这里面当然跟中国这个民族 在某一段时间 对他自己民族的个性上的选择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都听说过 也都看过 《论语》里面孔子讲过 子不语怪力乱神 那么这四个东西 恰恰好都是神话跟传说里最多的 怪力乱神 那么怪力乱神 从这个民族的文明当中 被删除掉以后 剩下的东西 大概就是一些比较理性的部分 比较理性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以后 中国重要的学术著作也好 或者哲学家的思想里面 保留神话的例子 其实是比较少了 那么有人曾经讨论过 中国早期流传在民间的歌谣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变成诗经的这些来源里面 一定有很多的神话的东西 可是孔子曾经做过一次 删诗的工作 把民间非常多的诗 删掉他不喜欢的 怪力乱神的部分 而保留他觉得 对于教化跟道德有用的部分 那么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 所以诗经里面神话的成分 已经非常的少 那么大概少部分就是 天命玄鸟降而生伤这些部分 就是上天命令一个黑色的大鸟 最后变成商朝的祖先的来源 那么这些是少部分的一些 神话的源流还保留在诗经里面 大部分都已经被删除了 那么在儒家的经典当中 神话的部分也非常的少 那么倒是在庄子里面 神话的东西比较多 那么庄子刚好弥补了 可能儒家的另外一个世界 非常喜欢幻想 庄子讲他的哲学 常常用神话来讲 我们看到像逍遥有意义 一开始就在讲神话 北民有余 其民为坤 最后变成大鸟起而飞 那么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用神话的方式在讲 预言神话 所以他保留了很多 那么在南方的处词里面 像九哥也保留了很多神话的故事 也保留了神话故事 可是这些东西 大概都不构成了中国后来 学术上的一个主流的地位 并不占据一个主流的地位 只是在民间里面被流传下来 那么相反的 后来我就发现在 东方的另外一个国家 印度有非常多的神话 而且他们很喜欢用神话来说法 后来他们的宗教本身的幻想性 神秘性非常非常的多 他们的Mahabrata 或者是Ramayana 这些两大史诗里面 保留了非常非常多的神话的题材 好像是一个非常好幻想的一个民族 甚至佛经里面 其实都是很多神话的遗留在里面 当然可能经过一些比较理性化的解释 所以在传说里面 后来我陆续写了两篇跟印度佛经有关的 从金光明经里面取出来的神话故事的题材 那这些神话故事的题材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我也觉得这些神话里面 好像隐藏了印度这个民族 很特殊的一些生活经验 特别是这个时候我去了印度去旅行 那我看到了一个 我不太能够想象的国度 过去想到印度 想到的是佛教 想到的是圣洁 也想到的是灵魂上的修养 一个净土 可是到印度以后刚开始很不习惯 觉得这样子的紊乱 这样的吵杂 以及这样的贫穷 而那个生命 卑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说的卑贱是说 好像完全没有价值 我们看到一堆的人 把自己涂了白粉 用地上的白色的土 把自己涂白白的 然后跟牛跟羊跟狗混在一起 你甚至没有办法去界定 它跟动物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 那么印度的导游也跟我们讲说 这种宗教上的一种 很奇怪的一种仪式 就用白土把自己涂白以后 那么说明自己的灵魂已经离开了 那么留在这里的 不过是一个很卑微的肉体 肉身而已 那么你去踢它 去吐 用弹吐它 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跟反抗 它不会跟你对骂的 那么这个就很让我惊慌了 因为在中国 也不太能够理解 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 做这样的处理 这样的处理 所以在这里面 我想是我第一次看到了 印度这个文化的一个本质 就是佛教之前的 婆罗门教也好 印度教也好的 原始的本质 他们跟很多的民族不一样 是一种对生的怀疑 中国的儒家的系统 在我们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 儒家从来不怀疑生 甚至非常强调生 最卑微最卑微的生 都比死亡要好 好死不如赖活的一个哲学 那么这种卑微的活 变成了儒家的一种生命的庄严 就是生生的这个意义 生命的意义 存在的意义 可是在印度很奇怪 它会这样去否定生 那么在恒河里面 也可以看到一条河流里面 很多尸体在里面流淌 而这些尸体不是人的尸体 不只是人的尸体 有人的尸体 然后有动物的尸体 全部在那边流过去 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 他就会努力地要爬 爬到恒河的岸边去 然后死在那个岸边 然后让别人在那里 把他的尸体烧掉 然后退到恒河当中去流下去 我们刚开始觉得 游恒河的时候非常高兴 因为那天要起得很早 然后觉得是一个非常美 因为恒河这两个字太美了 大概已经被中国历来的 哲学美化得非常厉害 恒河沙树 所以去的时候 大概五点钟 大雾 所以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就上了船 等到雾三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旁边全是尸体 那么跟我一起去的 这些女伴都脸色都白了 都在那边作呕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印度的东西 所以我再回来翻 以前读的佛经的时候 开始有了另外一个 不同的理解 就是佛经在翻译成中 汉字以后 有很多被美化的过程 比如说众生这两个字 也许就是讲得很合理 所有这些动物跟人的尸体而已 可是对我们来讲 众生有情 变成了一个非常美的诗句 非常非常美的诗句 所以我重新去把 以前我读了很害怕的 两个故事写出来 一个是施皮王 一个是萨托纳太子的故事 那么这两个故事 那么很多人大概听过 那么讲施皮王 是一个印度的小国的国王 那么锦衣玉石 锦衣玉石 印度非常奇怪 印度的悟道的过程 常常是经过一个生命的繁华的 坐在宫殿里面 享有最好的屋子 享有最好的衣服 丝绸的衣服 吃最好的食物 可是最后感觉到不安 生命里面有一个底层的 本质的不安 事实上当然就是死亡这个问题 然后有一个鸽子飞进来 躲在他的手上发抖 非常纯白的鸽子发抖 然后他觉得生命 为什么会这样子害怕恐惧 因为他自己没有过 他觉得非常奇怪 然后看到一个大的老鹰出来 黑色的老鹰站在他的窗前 然后黑色的老鹰要吃这个鸽子 这个时候施皮王 作为一个国王 开始有了悲悯 对生命的悲悯 是对鸽子的 也是对自己的 因为鸽子会被老鹰吃掉 会死亡 那么你作为一个国王这么强 可是你还是抵抗不了死亡 那么施皮王跟死亡的关系 如同鸽子跟老鹰的关系 虽然他是国王 虽然他拥有人世间的一切的繁华 可是面临到死亡这件事 他大概只有发抖的份 所以他开始悲悯 他也想要抵抗死亡 他就跟老鹰讨价还价 说你饶掉他吧 你看他这么可怜 我可以给你一切的东西 我是国王 那么老鹰说他什么都不要 他只要 施皮王身上跟鸽子等重的肉 一块等重的肉 他要吃这个肉 那施皮王犹豫了很久 后来答应他了 所以就叫他的武士拿刀子来 就从自己的腿骨上割一块肉 那么拿了天瓶 把鸽子放在一边 然后把一块肉放上去 那么仕途要有等重的肉 把鸽子救下来 可是在印度的佛心里面 非常逼到绝境的 让施皮王不断地在割肉 可是天瓶永远不动 鸽子非常重 可是他的肉很轻 怎么样都压不下来 一块一块的肉割上去 一块一块的肉割上去 弄到最后自己身上鲜血淋漓 忽然有了一个大彻大雾 全身扑到天瓶上 然后一切东西都不存在了 变成空患的东西 那么这是佛经的 金光明经里面 所保留的施皮王的故事 那么这个时候 我再读这个佛经 我忽然懂了 在印度看到的现象 就是生命其实是等重的 包括人跟动物的生命 他讲的众生 其实是人跟动物 其实都一样 可是中国人很难理解 因为中国人把人的价值 看得非常非常高 所以第二个故事更难理解了 就是另外一个小国的 国家的王子 萨陀娜 那么这个国家里面 有三个王子 那么这三个王子 经常在一起游玩 那么第三个王子 萨陀娜 非常快乐 天真无邪 那么他一生也无忧无虑 因为他从来没有 缺乏过任何的东西 生命对他一切都是美好的 所以他跟他的哥哥 每次谈的时候 哥哥开始有一点失恋 或者不高兴 他就觉得很奇怪 生命很好 可是三个人一起去打猎到 森林当中打猎 那么最后就在悬崖底下 看到底下有一只母的老虎 刚刚生产 生下七个小的老虎 那么生产完在悬崖底下 没有任何的食物可以吃 所以老虎已经饿得 前心贴后心了 走路都走不动 那么七个小来虎 也饿得扁扁的 那么八个生命 立刻都要死亡 立刻都要死亡 这个时候三个兄弟在那边看 感觉到生命的无常 无常这个字 我们从佛经翻译过来的 我们觉得无常很美 这两个字 可是印度的无常 就是一切东西是空患的 一切你所拥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幻象的东西 所以感觉到生命的无常 在一个老虎死掉的生命 将到临终的生命里 感觉到无常 然后试图要去抵抗这死亡 又跟尸皮王一样 所谓的悲悯 是因为他开始 在自己的身上看到 我有跟老虎共同的命运 所以我要抵抗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弟弟就问说 有谁现在可以头身悬崖 然后把自己的肉身供给老虎吃 舍身 佛教里面经常讲的舍身 我们听到舍身也觉得非常美 他舍身 读到尸皮王的部分 跟沙洞纳太子的部分 让你毛骨悚然 原来舍身的过程 非常的可怕的 然后这两个兄弟都觉得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说这个老虎已经饿成这个样子 我们头身下去 立刻尸骨无存 那么两个兄弟 赶快就掉转码头就回去了 掉转回去 然后这个时候 第三个太子 沙托纳 开始发愿 我们在看到灯黄的壁画里面 做了很精彩的这种描写 他开始发愿 一个祈祷的姿势 然后头身下去 跳下去 然后就碰到了岩石 碰到了枯树枝 身上刮伤 最后掉到悬崖的底下 骨头也断 好 很不幸的是 他跳的方位很不准 所以没有跳到 那个老虎的附近 所以离得蛮远的 好 我们看到印度的佛经 非常有趣的 去细节的描写舍身的困难 舍身的困难 舍身都达不到目的 最后他用附近的枯树枝 把自己的颈脉割断 让血流出来 然后去倒雪 然后就挖出一个 让那个血慢慢流 流到那个母老虎的面前 老虎就吸那个血 然后恢复了体力 走过来 把他吃掉 然后再带他的七个小老虎 来吃他的身体 吃到尸骨无成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 我想中国人简直没有办法理解 怎么会有这样的神话 因为中国人非常重视 人的生命 看到老虎是一定要打虎的 中国一定是武松打虎的故事 因为打虎之后 你就是英雄 因为虎代表了恶 代表了坏 代表了跟你对立的生命的态度 所以这样的故事 在六朝的时候 曾经传到中国 而第一次开始震动了 中国人的心灵 我们知道 在魏晋南北朝的这段时期 是中国第一次儒家思想 衰退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 老庄思想轻弹起来 而轻弹里面 夹杂了很多的佛学进来 然后中国的知识分子 开始第一次思考到 死亡的本质的问题 什么叫做死亡这件事情 也开始思考到 一个跟我对立 一向对立的老虎的生命 跟我的生命之间的 关联性的问题 我想这里面使得 中国的民族的 对生命的价值 有了很多不同的演变 非常多的不同的演变 所以一般人也许觉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 非常虚无的一段时间 非常虚无 那么一般的哲学史 也常常有时候提到说 因为儒家的不强 所以这种 对于哲学史的作者来讲 并不好的宗教思想 开始侵入中国之类的 我想一个民族 会这么风靡于 印度的宗教 从法险到玄庄 这么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的去求佛经 绝对是他心灵上 缺乏了一些东西 而我所说的缺乏 很可能是 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思考 这个民族一直很欠缺 一直非常欠缺 他太肯定生了 所以他不太懂 为什么另外一个民族 会不断地去阐述 死亡的价值 跟死亡的意义 所以在这些故事 在六朝的时候 在中国变文 变成了画像 画出来 影响了中国人 可到唐朝以后 他又开始被排斥 唐朝以后 中国人又恢复了 他的人本思想 重新去界定 自己儒家的正统 界定自己儒家的正统 所以这些画像 逐渐开始转变 所以佛经 刚才讲了 施皮王的故事 跟萨托纳的故事 在敦煌的早期的壁画里 非常多 可到唐代以后 越来越少 那么中国人又重新觉得 这个故事太恐怖了 血淋淋的 他不要听 他不喜欢听 那么他要开始听浪漫的 比较幻想的故事 所以东印度 这些故事 逐渐就开始被掩盖掉 所以我在传说里面 就把这两个故事 用小说的方法写出来 那么刚才 在叙述的过程里面 我们当然夹杂了一些解说 可是另外一部分 是我们没有办法解说的 这里是艺术有声大学 互动研习系统 本甲刺A面已结束 请继续使用B面甲刺 谢谢 请继续使用B面甲刺A面 订阅 什么事 什么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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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